进入各大场所拿出手机扫QR Code 发送简讯完成实联制成为民众日常 若发现与确诊者有重叠足迹 就会立即收到简讯通知 中央也会在进行确诊者疫调后 透过简讯实联制来回溯 就怕与确诊者擦肩而过 自己却浑然不知 民众除了可用卫福部社交距离 App追踪外 现在也可以到卫福部官网查询 点开网页输入手机号码 取得验证码后 就能看到过去28天内 医疗人员有没有调阅自己的资料 若是有就能特别留意自身状况 近期北部将近有110万人 在同一天收到与确诊航空机师 足迹重叠的细胞简讯 不过打开简讯范围近视显示 8月13号到9月2号有足迹重叠 引起民众恐慌 长达两个多星期到底是哪一天 现在可利用线上查询 可能就可推测 自己有没有和确诊者到过同个地方 记者杨氏去彭新美台北报道